女生问你喜欢她什么 打回啊 我就说我哪儿我都喜欢 是你我都喜欢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还挺撩的 夸人既没有细节又没有重点 女生看到你这条 立马就点下一个聊天套路 跟你直接拜拜了 听德哥的 一个小套路不仅能让女生脸红心跳 还能让你成为她心中最独一无二的那个人 记得点赞助堂加观众 S你那个诗都已经舔麻乐 兄弟过来听一听 你看啊 女生问你喜欢她什么 实际上是不是就在给你设一个限 简单的就是 外在内在再到复杂的一个细节 一个说得不好 那直接就是送命题 所以说啊 这会儿顺着回 很容易就会被采零 咱们不如呢 先来一个欲去欢迎 问问她 嗯 不是你喜欢我吗 哎 你看咱们只是一个反客为主 让她摸摸着头脑 面对这种问题啊 就是别走进她的一个框架里面去 否则啊 不管你回想的好与不好 都没有办法够在她的一个心理 最理想的答案 所以说呢 逆向思维非常重要 你看女生回了一句 一边去 快说 你看 看着实际了啊 实际上就怎么样 哎 撒娇呢 对吧 侧面说明些女生对咱们是有好感的 所以很在乎咱们的一个看法 咱们呢 没开二度 再把问题躲开 用一个金句展现一下自己的一个感情观 同时把爱人的这个气氛给搞起来 回复她一个 你看吧 爱情产生就是这么简单说话 当她来的时候呢 就是这么不讲道理 不然呢 那就成了有利可图 如果你不懂得在感情中营造另一个情绪 不妨45666 我送了一份聊天管理手册 里面呢 有跟各类型女生聊天的一个全流程 包括如何跟女生拉伸关系 调整情绪 体力要约 到的时候 就用你来个提示吧 你看女生说 嗯 我敬我也已对 但是咱们可不得冷场 不然前面的功夫 那不就白费了吗 既然前面咱们一直在躲避问题 这会儿呢 咱们就逆想一下 把这个问题呢 主动揽到自己身上了 回复一句 对了 所以你喜欢我什么呢 就不许了 那当然 真诚才是最大的必杀技 一旦让对方感觉到 我们对这段感情是认真的 那他不仅会对你 好感倍增 还会幻想这种不掺杂这种世俗 和功利这种感情 代入的对象 那肯定就是咱们了 你看女生回复了一句 呃 你自己不是刚说了 爱情不讲道理吗 你看 女生很聪明 对吧 用咱们的话术 把咱们给赌回来了 对吧 但实际上啊 这种时候 我们和女生聊天的气氛 已经非常的爱美了 而且呢 女生这句回复 正是我一直等着的 不用去回复一句话 没事 不要让你承认了 喜欢我就好 哎 你看 这种有来有回的这种聊天 很容易就不让女生上头 咱们这个回复呢 也是比较有意料之外的 虽然你说 爱情不得道理 但是呢 那就说明 咱们就是爱情了呗 对吧 你看女生回了一个 三套 好家伙又给你掏出了 哎 没否认前面 那就说明一个戏 这会儿 不管是想 直接确定关系 还是进入恋爱 还是想继续享受 爱美气的这种气氛 等待时机 都是很小的一个机会 那就看咱们 想让这段关系 是怎么一个发展了 我喝了很受跳了 不为聊天 找德哥 带着轻松上开车 如果你还是不会 我来教你